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 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的故事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 法国总统马克宏近日访问中国 希望在市场准入和乌克兰问题上 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施压 但最终并未在贸易或外交政策上获得重大让步 接着 中国短视频应用TikTok因不满美国的禁令 已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这场官司涉及言论自由权与国家安全利益之争 预料将旷日持久 最后 据报道 中国可能支持特斯拉在国内测试无人驾驶出租车 这再次展现中国政府扩大开放的积极姿态 并欢迎外资企业在中国落地先进的自驾技术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国际外交的复杂棋局中 法国总统马克宏近日尝试用近距离外交的方式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深入交流 希望在贸易和外交政策上取得突破 据中央社报道 尽管马克宏在习近平防法期间 就市场准入和乌克兰问题向习近平施压 但习近平并未在这些关键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 这次的会谈和国事活动 充满了友好与坦率的交流 但在贸易失衡问题 欧洲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便利性 以及对乌克兰问题的处理上 双方似乎并未达成实质性的共识 马克宏的接待充满了法国式的热情和文化展示 从在碧里牛斯山区的午宴到赠送的礼物 都体现了法国的传统和友好 但尽管如此 这次访问并未在贸易摩擦和外交政策上 取得预期的成果 中国方面虽然表示欢迎 进行更多高层级的会谈 但对于产能过剩问题的否认 以及在能源 金融和运输等领域 所达成的合作协议 大多仅为重申合作承诺 这是外界对会谈的实质进展持怀疑态度 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和中国科技巨头之间的紧张关系 也在不断升温 明镜响点就点报到了 美国政府取消华为许可 TikTok起诉美国政府等事件 反映出美中科技战的另一面 TikTok和其母公司字节跳动 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试图阻止拜登政府禁止TikTok 在全国使用的法律 这场官司涉及言论自由权 与国家安全利益之争 预示着一场可能旷日持久的法律战 在国际舞台上 习近平的访问和美中科技企业的法律争端 无疑都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动的一部分 无论是法中之间的外交交流 还是美中科技战的持续发酵 都反映了在全球化的今天 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并存 而如何在这场复杂的国际棋局中 寻找平衡 是每个国家和企业都必须面对的挑战 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 每一天都充满了变数 从中东的冲突到体育赛场的争议 再到经济政策的调整 每个事件都在塑造着我们的现实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故事背后的意义 首先我们转向中东一个历史悠久的冲突区域 据经济日报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责哈马斯 接受加沙停火协议 实则是为了阻止以军进攻拉法 内塔尼亚胡坚称 哈马斯的行动 未能影响以军的军事行动 目标仍是救出人质 并摧毁哈马斯的军事力量 他重申 以色列不会接受任何可能威胁其民众 和国家未来的协议 与此同时 美国白宫表示 相信双方最终能够消除分歧 达成停火协议 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 体育 我们看到了竞争和争议的另一面 经济日报报道了一起 关于北京半马赛事的造假丑闻 主角是一位名叫和杰的马拉松运动员 和杰原本 因其出色的成绩 被提名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的候选人之一 然而 他在北京半马赛事中的成绩被发现涉嫌造假 因而被取消了奖项提名 这个事件不仅影响了和杰个人的荣誉 也引发了对体育竞赛公正性的广泛讨论 经济政策的调整 也是我们无法忽视的重要一体 中国证券报 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 为了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中国在二季度有较大概率 进行详准 同时也有可能泽机降息 这一政策调整旨在应对中长期流动性需求的增加 同时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支持经济的平稳运行 文章强调 货币政策的重点将放在精准有效上 特别是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来支持重大战略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这些故事虽然发生在不同的领域 但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主题 在变化的世界中寻找平衡和解决方案 无论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确保体育竞赛的公正性 还是通过经济政策的调整 促进经济稳定 每一步都是我们共同前进的一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决策者的智慧 更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和努力 在这个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 中国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据《明报》报道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上月的中国执行 可能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 那就是在中国测试无人驾驶出租车 这一消息由中国日报引述 显示中国可能支持特斯拉 在国内进行这一革命性测试 这不仅展现了中国政府 扩大开放的积极姿态 还意味着中外技术在中国的共同进步 此外《明报》还报道了 关于中国内地经济政策的重要动向 中国证券报的头版文章 引述专家表示 考虑到政府公债发行的加快 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即将发行 中国有空间进行详准和降息 以提供更好的中长期流动性 和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这一政策动向 旨在营造一个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助力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在其他报道方面 从渣打银行增加非本地雇员的数量 到美努钦对购买TikTok的持续兴趣 再到沙特AI基金 对美国要求撤出对中国投资的响应 这些新闻均展示了全球经济 和政治环境中的动态变化 同时 字节跳动 起诉美国政府 HK Express更新行李制度 美国吊销英特尔和高通 向华为出售晶片的许可等事件 都是全球科技和贸易领域发展的缩影 而在文化领域 乔报带来了 关于大都惠博物馆内的中国文物 寿山石雕捧陶罗汉的报道 这件文物的介绍 不仅展示了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 也反映了全球对中国文化的欣赏和尊重 据报道 在全球47个国家的218家博物馆中 有中国文物达167万件 而民间藏中国文物的数量 更是馆藏的10倍之多 这些报道 共同描绘了一个多面的世界图景 从科技创新到经济政策 从全球贸易到文化遗产 展现了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以及与世界各国的互动 无论是特斯拉在中国测试 无人驾驶出租车的前景 还是中国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调整 亦或是全球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关注 都是这个时代变革与合作的见证 在如同电影剧情般扑朔迷离的生活中 李玉刚的情史 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讨论的热门话题 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 不仅在舞台上 以独特的反串表演 俘获了众多观众的心 他的个人生活也同样充满了戏剧性 据网路媒体报道 李玉刚的爱情故事 如同他的舞台表演 一样精彩分成 他被曝出已经三次步入婚姻的殿堂 最近一次更是娶了一位乌克兰美女为妻 令人惊叹不已 李玉刚的第一段婚姻 是与被称为萨克斯小公主的范晓宁 两人的相遇 如同童话故事中的王子与公主 一见钟情 范晓宁家境优渥 与李玉刚的贫困背景 形成鲜明对比 但爱情让这一切变得不再重要 范晓宁在经济上大力支持李玉刚 两人也曾在事业上密切合作 然而好景不长 随着李玉刚事业的飞速发展 两人因为聚少离多 最终选择了分手 李玉刚的第二段婚姻 同样充满话题 他的第二任妻子是 来自马来西亚的富商之女李玉儿 两人的婚姻生活 却仅维持了一年 就宣告结束 紧接着 李玉刚与乌克兰美女卓雅的婚姻传闻 再次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据悉两人在乌克兰的一次文化交流演出中 相识相恋 卓雅的家族背景同样显赫 他的父亲是乌克兰的高官 这段跨国婚姻因为双方的低调处理 而鲜少曝光于公众事业中 在李玉刚的艺术生涯中 他也面临着不少争议 他凭借在星光大道上的出色表现一举成名 其反串唱法更是引起了广泛关注 然而 当他开始自诩为当代梅兰芳时 却引来了梅兰芳先生的儿子梅宝九的不满 梅宝九先生认为 李玉刚未经正规戏曲训练 不应享有如此高的赞誉 两人因此展开了一场公开的口水战 尽管后来双方曾尝试和解 但关系依旧未能彻底修复 另一方面 中国官媒东方日报报道 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 中国央行有空间通过详准减息 来助力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专家预测 第二季度降准的可能性较大 这将有助于提供中长期流动性 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从而推动经济的稳定增长 在自然灾害方面 台湾花莲再次发生地震 令人担忧 根据新洲网报道 花莲在一天之内发生了 两次四季以上地震 引发了民众的恐慌 地震不仅对当地居民的生活 造成了影响 也对台湾的地质稳定性 提出了警示 李玉刚的个人情史 艺术争议 以及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 和自然灾害的发生 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件 却都在不同程度上 反映了当下社会的多元复杂性 人们在追求个人 幸福和职业成功的同时 也不得不面对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 唯有不断适应和学习 才能在各自的领域中绽放光彩 在最近的国际新闻中 美国商务部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 采取了更严格的措施 引起了广泛关注 据经济日报报道 美国已经撤销了 包括英特尔 英特尔和高通 Qualcomm 在内的公司向华为提供手机 及手提电脑芯片的许可 这一决定 得到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麦考尔 Michael McCall的证实 他指出这一措施 旨在防止中国 获取先进的人工智能 AI 技术 并强调了对两家美国公司 与中国过于亲近的担忧 尽管华为 已不再是这两家公司的主要客户 此消息 还是导致了 他们股价的下跌 在台湾 另一则新闻关注的焦点 则是农业领域 据中央社报道 花莲地区的瓜农 在403地震后 遭遇了盘伤的砍价 面临巨大损失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 农业部代理 部长陈俊纪表示 将积极辅导农民进行弃作 建立农民与农企业之间的伙伴 或分任关系 以确保农民在农产品价格高涨时 也能获得收益 此外 针对地震造成的交通中断 和农产品运输困难 农业部还启动了 相关运费补助措施 并通过联合行销等方式 支持花莲农民 同时 在泰国 一起涉及中国游客的绑架勒索案件 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根据新岛日报的报道 泰国曼谷的警方透露 有中国游客报案称 遭到自称是泰国警察的人 绑架并勒索 经过调查 泰国警方锁定了11名涉案人员 包括多名县人 和前任泰国警察 这一犯罪集团 绑架了5名中国游客 并通过威胁 要求支付巨额赎金 经过努力 警方已逮捕了部分涉案人员 并追回了部分款项 这些新闻事件 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国家和领域 但都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 各种挑战和问题的复杂性 从国际贸易的紧张局势 到地震带来的农业损失 再到跨国犯罪的挑战 每一件事 都反映了在全球化进程中 各国和地区需要加强合作 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无论是通过政策调整 行业合作 还是加强执法和国际合作 各方的努力 都是为了创造一个 更加安全 稳定和繁荣的世界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